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学习笔记 我是冰州 我们今天这集要继续来谈川普的谈判心法 也就是川普交易的艺术 谈判的艺术 第五招使用你的杠杆 也就是使用你的谈判筹码 这个其实最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所有谈判者都会用这一招 你手上有什么优势什么筹码 就拿来去抓住对方想要你筹码的这一点 来抓紧了他 逼上谈判桌 那不过因为这是川普的心法 所以我们就继续讨论 那这里有两大例子 一个是这个美中贸易战 另外一个是美国对于两个比较特殊的国家 伊朗跟北韩进行的制裁 然后把他逼上谈判桌 我们先来看中美贸易战这一点 这个川普抓准了这个中国对于美国要什么东西 美国手上有什么中国的筹码呢 第一个当然是市场 第二个是技术 市场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长期以来 中国对于美国进行的这个贸易顺差 中国对美国是贸易顺差嘛 那美国对于中国这边当然是逆差 所以呢对于川普来讲呢 他知道如果你打关税战的话 中国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从去年关税战开打以来 川普不断的拉高 他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层次跟筹码 就是希望把中国逼上谈判桌 这个川普其实常常也要到他所要的 虽然有人警告川普说 你打这个贸易战会对于全球经济 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哦 不过对于川普来讲 谈判就是少输为盈 伤敌一万 自损八百 那自损八百而已 他要把你打到这个损了数十倍以上 他宁可这样 也就是说他要把你打到你投降为止 这是川普看准了中国 他有美国的广大市场 那第二个就是技术 你可以看到从去年 川普对于这个中国的中芯公司 这个通讯公司 还有今年的华为公司 进行的这个制裁 都打到中国 其实必须要让政府出来护盘 然后呢 川普他最近当然是松口了 就是说解禁华为的一部分 美国可以对他这个销售产品 不过川普就是抓准了 因为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有这些中国重要的通讯跟科技产业里面 需要的高端技术 如果缺乏了美国的公司 或者是美国对于他进行经济 或者金融上的制裁 让这些相关的欧美的这些企业 不能够销售高端的产品 给中国的华为或者是中芯的话 那华为跟中芯的未来 可能会受到极大的这个冲击 所以川普就是抓准了 他手上有技术的这个筹码 来对于中国进行要价 那这是中美贸易战 跟这个所谓的技术战 下面的一个架构 那再来我们来看就是说 中国对于两个这个美国喜欢称的 所谓什么流氓国家 或第三世界国家 独裁国家都好 那这个伊朗跟北韩是很特别的 就是说因为这两个国家有共通处 就是说他在全球 他对他进行这个经济制裁 那在欧巴马的任内 其实是欧巴马跟伊朗进行了 这个签订这个核子协议 不过川普在去年停止了这个核协议 继续对伊朗进行制裁 那北韩这边呢 其实也是被经济制裁 那他们两个都想要发展经济 你看伊朗这边去年就闹了很多的城市 有很多失业的群众 或者是经济低迷的这个民众 上街头抗议伊朗政府 说你没有搞好经济啊 因为在做国际制裁嘛 那这个在北韩这边呢 这个金正恩也担心说 这个长期的被封锁的政策 他必须要依赖中国 可是你总不能长期依赖中国吧 所以川普就是看准了这两个国家 有想要被国际解除经济制裁的需要 所以呢他就是把他们闭上谈判桌 那只是呢北韩的金正恩 很成功的利用这个国际的这个外交 他跟川普连谈了三次 虽然现在还没有完成彻底具体的协议 那但是呢这个后续还是可以继续观察的 可是在伊朗这边呢 最近就闹了就差一点发动战争 川普他前几个礼拜呢 这个本来说要对伊朗发兵攻击 突然喊卡了 那也就是说在威胁伊朗 因为伊朗他周边的国家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 所以川普呢抓准了伊朗必须要被解除经济制裁 这个需求 所以美国手上有这个筹码嘛 他会认为说伊朗可能有求于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伊朗鷹派 他的这个强硬的这个势力 一直越来越上升 因为他急了嘛 他想要美国能够对他舒缓他的压力 所以这就是川普他所使用这个谈判手法 他看到你缺什么 然后呢他进行对你进行要价 而且要把你逼上谈判桌 这就是川普的谈判心法 在政治外交上的这个使用 说穿了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使用在川普的外交手腕上 就是格外显得这个特别的惊人 或者是格外显得这个特别劲爆 那我们这集当中谈到了川普谈判心法的第五招 使用自己手上的筹码或者是杠杆 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到 如果放到台湾的处境来想的话 台湾作为一个国际强权当中的小国 最常被问的就是说 我们有什么这些强权所需要的特殊的政治筹码 我们怎么样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政治筹码 去维持台湾自身在国际的优势呢 那第二个如果放到我们个人的层次来想的话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个人有什么特殊性 有什么是别人所没有别人想要的 我们个人人生当中的特殊筹码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特别的意见的话 欢迎你在我们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如果你认同我们的节目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也欢迎你帮我们点赞订阅 还有广为分享出去 我们的节目非常需要 大家热烈的帮我们支持点赞 那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今天又要来回到五毛三宝的第一宝 发展要比人权好 那我们上一次是跟大家介绍 发展要比人权好的这个概念的 它的基本的逻辑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希望能够来讨论它的一些 这种论调的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要谈就是说 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是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讲说 现在一般衡量国家的标准 可以有哪些标准 第三个呢 我们要从人权的演进史 来讨论这个五毛他们的论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